恒指有列口跌穿25800点支持位及前阻力区 如果不在25200点左右25600点左右形成一个够力的收集区 后市仍有机会回复早前的跌浪 或再跌破25000点 可能要再试多次23500点的支持 以美股现正处于高水位置来看 不者仍维持小心患的立场 但未必像两个月前那样悲观 会开始看看有没有机会作中线报告 每当期只结算及其后一天不者也会休息 佳因其结不时会有人玩事 胜算不明的日子落场 对不者来说是自找麻烦 经验上犯错机会有五成 这就是所谓性格主宰命运 正如十月恒指急弹2500点 有读者可能会问 Anson Sir你写完两星期楼货的艺术股市便反弹2000几点了 那准你实竞执啦 可惜 不者是精清完美派 所以不出手买正股 只炒够胆输的衍生工具而没有大赚 以前也提过我们保守派的老手会玩得小心 追求的不是竞执而是慢慢执 性格与大众不同 只好自制适合自己的策略及学换用得上的工具 而且也要配合时间来优化策略 时间的优化分为内与外 即大使作出变化的周期及个人能够换的周期 两者若能配合便能省却很多心力 差不多20年前初入行时 被洗脑说覆式滚全是正常的 投资就是可不断覆式滚大的美好工具 长线一定发 可惜 人大了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熊市 就知道未来还未来 今日赚钱可能只是单一事件 明天便是全新的一天 可能再赚或亦有机会倒食 所以有能够定期只赚的投资才是真安全策略 落了袋的才叫赚 时间与机率息息相关 太多人不知道当中的关系而错判 特别是未买入时会中立 买了又正在赚钱的人 又会认为下一刻将保持现有趋势 投资者的智商大多接近 但不用脑的占了大多数 智慧影响你的投资远比智商要大 你能够动动脑跟去定期重估一下后市走势 便安全得多 修贤的一个重点主题便是学会便幻原是永恒 因此我们要懂放开怀抱及眼界 接受未来的不同可能性 明白投资升完又跌 跌完又可升 这样我们便不用太受红市与牛市 风险与回报等外在变化的影响 并在出现变化前准备好如何转阵 例如有货者可落止涉盘 又或是有些人会在跌穿密集区支持位当刻 加一只可输光的小红来追大市 或作为所持有股票的对冲 当买保险 能够时刻保持平常心的人才能够长线 保持作出合理又安心的决策 不者听过太多金融界行家早过世的事 没有好的方法面对不明确的未来时 人的压力随时可以幅式滚大到爆煲 赚再多也未必有命响 时间影响所有投资的因素 随着时间推移 每天的中线升跌机率可以随时有10%至20%改变 例如一个不断下跌的大市到了低位时 开始指跌的第一天与第二十天的未来上升下跌机率也不同 低位密集区时间越长 未来上升机率越高 高位密集区越久 下跌机率也越大 因此两三日的阴阳烛 效力比不上大圆顶或大箱底 但前者可作为领先指标来使用 中线与短线两者的时间比一比变 可以得出未来上升下跌的大概参考 但永远记住明天又可能有新的坏或好消息爆出 特别是港股市场要看中美两市 假设能影响市场的人是千万中选一的强者 市场上也最少有10个大老板有能力左右大市 更别提随机出现的天意 所以稳健投机者每天也要更新一次升或跌机率 基于现在的变化比起15年前要急及快 所以可信的长线也不会超过一年 中线是一个月以内 短线是不足两星期 这只是对正古方面的时间观 不者换衍生工具看的大多是看三至五天 新发生的事情增多 新关键事件出现或不明朗因素转多时 便会主要看中短线 超过60%的估算机率才叫基本可留意 有70%的才叫比较可用 超过80%的叫实在 九成以上才叫安心 任何一个时间周期的分析 也是要因应这些准则去判断出不出手 当然作为一个人是会有情绪的 就算客观决定正确 但内心不接受便会在投资期间饱受之傲 所以不确定的决定便要相对短线或不作行动 否则狠易令自己长线受苦 或与真正的自己背道而辞 明镜需要支持 明镜需要�点 sacrificed